老游时谈,大家好,我是老游 新的一周又开始了 这周应该是一个比较热闹的一周 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明天周二晚上 川普和哈里斯的总统辩论 这两天,哈里斯正在紧锣密鼓的排练 在排练呢 也不知道现在他的节目排的怎么样了 明天就要表演了 让我们拭目以待 今天我们来聊两个话题 第一,就是联邦政府马上又要陷入关门的威胁 9月30号本财政年度又要结束了 但是临时支出法案现在又进入了一个垃圾战 现在共和党人试图将政府资金预算的临时法案 和选举投票的公民身份检查进行挂钩 共和党以此作为条件 那你要不就通过选举公民身份证明法 要不就让政府关门 两道题,你选一个吧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第一个话题 一会儿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件事情的具体影响 第二个话题是美国司法部网站 上周登出了一则新闻 在阿拉巴马州有一名非法移民 因冒充美国公民身份 并且还利用他的这个公民身份 已经多次在选举中投票 而受到指控 那么这个事件跟上一个 这个国会现在正在拉锯的这个事件 应该是有关联的 在这个敏感时期 出来这么一起案件 这对当前的这个局势 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一会儿来分析 在谈论今天的话题之前 请新来的朋友订阅 关注本频道 也希望老朋友们多点赞 多留言 感谢您的支持 今天国会议员们都已经放完暑假 都返校了 上学了 都返回了华盛顿 又开始上班了 假期后第一天上班 国会面临的最大问题 就是朝廷的银子 马上又要花光了 每年的这个时候 联邦政府都得向国会伸手 都得弄一个临时法案 再拨一笔临时支出 也就是说 每年联邦政府的钱 都不够花 都得加码 也不知道 到底是真的不够花 还是假的不够花 反正每年都这样 看来应该是真的不够花 这个赤字 政府的财政赤字 应该还是挺大的 所以今年也不例外 到了9月30号 如果这项法案要是通不过 那么联邦政府又要关门了 其实在平常年 关门也就关门了 美国政府的大门 也不是没关过 是吧 都关过好几次了 但是今年不一样 今年是个大选年 如果政府要是关门了 这影响可不仅仅是 联邦公务员工资的问题 所有一切 由联邦政府承担的各种福利 各种政府开支都得停 这可是要命的 公务员的工资 要是停了 停了也就停了 最多也就是公务员发发牢骚 但是政府福利一旦停发 那你看选民干不干 尤其是民主党 一贯都是靠大发福利 而笼络人心的 假如在选举前 你把社会福利给停了 那你试一试 你说养老金没了 不发了 发不出了 医疗保险没了 自己掏吧 你看 育儿计划 这些福利没了 你看 这些福利 社会福利要是都停了 你看看 民主党的这些基本盘 会不会骚动 所以说 今年的政府临时支出预算 应该是不能够延期的 要是延期 后果相当严重 尤其是对民主党来说 可能会是一个灾难 那么现在 共和党就抓住了这个问题 你们不想政府关门 是吧 也行 那你们得答应我们一个条件 那就是 你们得同意 在选举登记的时候 选民必须提供公民身份证明 也就是说 共和党现在把政府临时支出 跟选举身份证明 这两个 本来是八开子打不着的 给捆绑到了一起 一起通过 要不就一起都不通过 来 你们看吧 上周五 共和党籍众院议长约翰逊 他说 今天 众议院共和党人 正在采取至关重要的一步 以保证联邦政府资金充足 并确保我们的联邦选举进程 国会有责任做到这两点 我们必须确保 只有美国公民才能决定美国的选举 但是约翰逊的这个意见 遭到了民主党的强烈反对 民主党人警告约翰逊 说 让他不要再走前众院议长 麦卡锡的老路 说麦卡锡当时就是因为 试图安抚保守派 最终保守派拒绝了他的努力 迫使他依靠民主党人 才通过一项临时支出方案 而这场斗争导致几天后 八名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联手 将麦卡锡 众院议长的职位给撤职了 把议长的职位给弄丢了 现在民主党人又警告约翰逊 说你要是让众院的共和党人 走上这条高度党派化的道路 那么政府关门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增加 而美国人就会知道 政府关门的责任 将落在众院共和党人的身上 什么意思呢 民主党的意思就是 我们不同意 你把选举身份证明法 和这个政府临时支出法案 绑到一起 假如你们要是这么玩 万一最后这个法案没通过 政府要是关门了 福利要是停发了 这个责任就是你们共和党人的 这个问题 从理论上来讲 这种做法确实挺龌龊的 这两份法案 八杆子打不着的问题 你怎么能够绑到一起呢 是吧 但是政治不就是这么玩的吗 玩的就是利益交换 大家是否还记得 在前段时间 哈里斯不是攻击川普 说是川普让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 不要通过一项有关收紧边境的法案 当时的情况其实跟这个是一模一样 只不过那一次是民主党坐庄 是民主党逼共和党 你们不是要收紧边境吗 如果你想通过这个法案 那么你们就得同意向乌克兰提供援助 共和党是要求收紧边境 而民主党是想要对乌克兰进行援助 这两个本来也是八杆子打不着的问题 结果也是被民主党人给绑到了一起 所以当时你看共和党人也是不同意 后来这个问题就被哈里斯给抓住了 就被当枪使 说川普让他的国会盟友 不要同意收紧边境 你看是川普不同意 你看关闭边境 这个问题就变成了这样 你把这两个完全不掀开的问题 绑到一起出法案 那人家当然不同意了 现在风水轮流转 终于轮到共和党坐庄了 这一把就玩回来 你看政客就是这么玩的 你玩我我玩你 玩来玩去 玩的其实都是老百姓的 什么国家利益 人民利益 在政客眼里都是政党利益 甚至个人利益 其实说起来这件事情也是挺可笑的 登记选举需要提供身份证明 就这么一个连幼儿园的孩子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在美国竟然需要国会议员这么拉锯的来进行战斗 你说可不可笑 不明白民主党到底是在维护什么 在坚持什么 如果用正常思维的话 确实百思不得其解 上周美国司法部网站刊登了一则新闻 标题是 无证个人应涉及投票欺诈和护照欺诈而被指控 报导指出 一名居住在阿拉巴马州的42岁非法移民 她的名字叫做安吉利卡弗朗西斯科 是一名女性 她正面临联邦法院提出的9项指控 其中罪名包括与投票有关的虚假公民身份声明 在申请美国护照时提供虚假陈述 使用虚假陈述获得美国护照 以及严重身份盗窃等罪名 据司法部网站信息显示 一份认罪协议已随该信息提交 这表明弗朗西斯科已同意对所有指控认罪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期案件的具体内容 根据信息和认罪协议 说弗朗西斯科在2011年左右冒充美国公民身份 另外在2011年还使用假身份获得了美国护照 随后她又在2012年2015年和2018年 使用美国护照往返与她的祖国威迪玛拉 此外她还使用同样的假身份 于2016年在阿拉巴马州登记投票 并参加了2016年和2020年的初选和大选 2021年她又使用同样的假身份 申请并获得了续签护照 并于2022年使用该护照 往返维迪玛拉 那么对于这起案件 阿拉巴马州的州务卿 叫韦斯·埃伦在声明中表示 说我已经明确表示 本办公室的首要任务是 确保只有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 才能在阿拉巴马州选举中投票 我们将继续尽一切可能 协助执法部门依法起诉 在阿拉巴马州选举中非法投票的个人 好 那么这是这起事件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我们下面来分析一下 这起案件对当前正在国会发生的 这个投票需要公民身份证明 这个拉锯战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首先我们从这起案件本身来看 这应该是一起个案 而阿拉巴马州 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红州 所以这起案件发生在阿拉巴马 本来应该是一起常规的身份窃取案 但是现在在这个大选的非常时期 而且两党为了选举投票 需不需要提供公民身份证明 这个问题正在国会决力 就在这个时候 冒出这么一起典型的身份欺诈案 而且这个人还在过去的两届选举中 已经进行了投票 而且这个人的身份 他还不是绿卡 而是非法移民 所以你看这个案子信息量有多大 非法移民身份窃取 非法投票 这不正是现在共和党 正在努力想通过立法 要保护的这个问题吗 而这个人就像一个标准的模特一样 就在此时此刻出现在了法庭上 你说这是不是也有点巧 你说这样个案件 早不起诉晚不起诉 正好就在这个档口发起了诉讼 人家都已经窃取身份十几年了 投票都已经投了好几次了 总统都学了好几个了 之前怎么没发现 也没起诉 而就在上周 众院议长约翰逊提出捆绑 这个捆绑方案的前一天 阿拉巴马州北区检察官办公室 在司法部的网站上 发布了这个新闻 这个呢 大家很明显 应该就是共和党内部在打配合 当然啊 这对于国会共和党人 推进选举的这个公民身份检查 这肯定是有帮助的 尽管现在民主党一直都在变称 说非公民投票 这只是极少数现象 但是不管你是极少数 还是极多数 现在有这么一起典型的标准案例 浮出了水面 那你说 你在辩解 语言似乎就苍白了吧 那么共和党人会不会质疑 既然在红州 阿拉巴马州都出现了 这么典型的身份窃取 和非法投票案件 那在民主党的蓝州 会不会有更多这种情况存在呢 所以啊 这对于国会的拉锯 拉锯站 对共和党来说 应该是一股东风 是一个有力的辩论的证据 当然啊 其他的案例在各州 各郡 肯定还有 只是啊 我们可能没有关注到而已 当然这是上到了联邦司法部的这个网站上了 总之啊 在大雪前的这一个多月中 这个问题 它肯定会成为两党决斗的关键议题 来 让我们擦亮眼睛 仔细观察 最后啊 在国会的缘斗中 到底谁啊 哪一方会更胜一筹 hold the fait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